好 現在說柯文哲這個案件 又讓世界看見台灣 原因是因為BBC 現在是直接報導說 這叫做超越藍綠的白色力量 新政治 甚至他還幫你分析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沒有特別強調說 柯文哲案要分好幾個部分 真的是比很多台灣人 也許還清楚 他特別提到第一個 政治陷阱案 宣報不實的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 是不是有用選舉補助款 去買自己的辦公室的部分 以及最近這兩天 吵得沸沸揚揚的 金華城案 然後文哲就講說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柯文哲是不是有設弊案了 其實在弊案這兩個字來講 柯文哲從他要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一直在講五大弊案 到後來變成五大案 但他其實自己 基本上現在 也有可能要面臨 所謂的五大弊案 因為除了金華城之外 下一個衛報辦很有可能就是第一魚國菜市場的批發改建案 而且這個案子為什麼大家會認為它是下一個 因為五個案子包括北市科等等 但是這個魚國菜市場的改建 一樣是由魏京集團旗下的中華工程所得標 而且是在合約當中明定要追加50億的工程館給它 大家就會覺得這裡面有沒有貓膩 好 因為牽扯的都是50億百億 所以現在金流就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了 目前但你來看的是金華城案 昨天有誰被叫去問話 昨天除了柯文哲之外還有他台的陳佩琦都被叫去問話 以及彭震生 他的前副市長 還有他的妻子 通通都被叫去問話 好 不同的是 這兩個妻子都是證人身份 你會問 不對啊 他又沒做官他去幹嘛 因為他們兩個都被發現 賬戶有異常資金 好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就是跟錢有關係了 那也因為彭震生現在在偵訊五個小時之後 聲壓禁見 聲壓庭還沒開 所以讓大家認為 很有可能柯文哲接下來所面臨的 就是跟彭震生一樣的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先前不到台北市議會的 這個專案小組報告裡面還講說 所有的都是柯文哲 都是柯文哲 跟我沒有關係 但他現在卻被聲壓禁見 那柯文哲真的能逃過嗎 回過頭來看 三次便當會裡面 有誰都在 一個人叫做黃珊珊 所以有很多人在問 黃珊珊真的會沒事嗎 而柯文哲在他之前記長會當中 也自證自己跟神慶經 確實私底下有交情 那這裡面會不會變成 檢方的一個新證 這一些都有可能會成為 法律上面的攻防點 好 那你就會問了 金華城住附近的都在問 現在也在棟呢 他之後怎麼辦 現任的台北市副局長 李四川告訴大家 那就要看啦 認定違法的階段 會影響計算的方式 也就是說案子辦到哪裡的時候 該停這是與法有據的 那威京集團這邊的講法是 我們就是把工程做好 我們依法依規 目前在北檢外頭 我們剛剛提到了 有很多的小草在聚集當中 而今天上午呢 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叫做四叉貓 四叉貓喔 最近真的是 他說自己很紅啦 原因是最近上的通告 都讓他可以換iPhone16了 好 他強調 全黨挺貪腐 在現場喊了這麼一句話之後 馬上被人家丟水瓶 也馬上就讓警察給請走說 擔心現場有更嚴重的衝突 但是柯文哲昨天 光是被叫去問話 都還沒有被申請羈押喔 很多人已經開始開箱拼了 譬如說 雞排妹鄭家純 穿得非常的低胸在開箱拼 說慶祝開喝兩 快樂的星期五晚上 甚至又言好久不見的陳時中 都跳出來呢 說哎呀 很多人是為他牢獄之災開心啦 甚至呢 我不知道這樣講算不算 因為有點鱷魚眼淚 他說哎呀 誰知道啊 以前的柯粉現在變成柯黑 真的是反差有夠大 藍白之間大家也在問 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勢 好 畢竟啦 柯文哲現在還是民眾黨現任的黨主席 雖然請假當中 那現在藍白到底未來在立法院裡面 要合還是不要合 召召看的講法是 他在立院裡面有巴西立委 就算沒有柯文哲 民眾黨那巴西立委 還是可以形成相當力量 還是可以做對的事情 今天黃國昌其實有講啦 說就他們民眾黨立院黨團的立場 因為他是黨團總召嘛 他說他們還是持續要做改革的路 那就想要請教一下亮哥 您怎麼樣來看 好 原因是因為這個案子確實啦 大家都很關注的原因是因為 兩位前台北市長 前台北市副市長 現在都進到了案子裡面 都變成了被告 所以國際間其實也都在看 到底第三勢力發生什麼事 對啦 如果 如果北檢目前並沒有真正 掌握金流的證據 我覺得他很可能會比照彭正森先對柯文哲用土利罪生涯 當然生涯庭還是要開 不過看北院昨天那個態度 我認為配合北檢的機率滿高的 你覺得法官有新證 我覺得有 我覺得有 第二個就是 因為昨天柯文哲他就說我是自己到案 不是被拘提 他確實是 所以24小時不適用我 所以我可以自由離開 那北院反對他這種觀點 所以我是覺得北院應該也有一些新證 因為他是自己到案 我又不是被你拘來的 或者來約談的 所以你說要怎麼計算24小時對不對 後來提審就被撥回 24小時就起算了這樣 我覺得北檢可能會把希望放在審慶金 因為審慶金現在都沒有說話 據我瞭解他當天約訊 訊問了大概兩個小時就結束了 因為他什麼都不願意說 因為他非常資深 老練 對法院也很熟 對司法這種東西也很熟 我認為北檢可能再存一種希望 就是說我就不相信敲不開你的嘴 你就被羈押吧 看你受得了受不了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突破口 這個突破口就會連動到環珊珊 因為你要知道 環珊珊本來在這個案子裡面 跟建華城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他是 他基本上是 這不是他業管的業務 對 是彭正森 可是你不要忘了 建華城是2020年到2021年通過的 那2022年環珊珊剛好在選市長 所以有沒有這樣的錢 進入他的市長募款 那他就會被波及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有點複雜就是這樣 就照理講 建華城跟環珊珊沒有關係 所以環珊珊到現在沒有被約談 因為他只有政治獻金案 那個假帳他又不是Keyman 假帳是端木正 要李文中李文娟對不對 他頂多就是個總幹事 所以坦白講他法律承認很輕 最多就是緩刑 醫科這樣而已 可是如果他2022年選市長 有接受到審慶金那邊來的捐款 那就複雜了 因為你2021剛好通過金華城 那是不是柯文哲協助募款 所以我說就會有點複雜 所以我說為什麼現在 你現在看到了可能都查不下去 因為北檢手上沒有直接的證據 他們在等審慶金說話 所以你還要繼續忙很多天 因為這個威京小審也不是簡單人物 他也不會一兩天就這樣講出來 搞不好你還要等兩個禮拜 請教一下洪威姐怎麼樣來看 我先講一下 黃珊珊不能夠接受來自於 金華城的捐款 不只黃珊珊 就當時的陳時中或者是講完都不行 我要講 因為你選的市長 其實我真的有碰到 我們的候選人非常非常節制 而且非常準手法 因為我選這個市長 只要是 因為有些這個標案 他是在進行中或怎麼樣 他就是不能夠接受他們的捐款 這個事實上是 跟你之後的職務 會有對等的關係嗎 沒有 一樣 因為你選市長 那未來你假說像那個 已經有相關的 比如說國菜市場也是 可是那個案已經過了 2021已經過了 只要是有跟台北市政府有相關的標案 或什麼委外什麼等等之類 事實上是不能夠接受的 那我認為黃珊珊她是律師出身 她應該會知道 那所以你如果今天要查的話 除非你是有under table 或者是你透過基金會 或者是像那個 那個印曉維那種用協會的方式等等之類 那只是到目前為止 我看起來好像檢方完全沒有要查黃珊珊的意思 到目前為止來看是沒有的 那另外就是 大家講說未來像現在講第一果菜市場 第一果菜市場 我記得我當時在議會的時候非常早 我們又曾經針對第一果菜市場 那時候很早 那時候還沒有發包 都還不曉得要發包給誰 那時候就來說要減降發包 所以減降 比如說我今天100億 我要蓋五層樓 假設我蓋五層樓 那他說我蓋不出來 那就變成這樣 100億變成蓋四層 那時候我們就說那你蓋四層 因為那時候連那個停車場不蓋 我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說你這個未來一定會出事情 果不起來最後就出事情了 那這個果菜市場 它是牽涉到檢相發包之後 它再過來追加預算50億 所以大家認為說 這個是柯文哲的另外一個弊案 可是我覺得恐怕更大的問題 是在市北科 除了金華城之外 市北科我認為 因為我現在聽同事在講的一些程序 我覺得他那個可能問題更大 所以也就是說 等著柯文哲的案子 並不只有金華城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包含金華城已經在金華城之前爆發出來的木可 還有他的一些政治獻金案 就已經讓他焦頭爛額 那即使金華城能過關 那大家認為在北市科能過關嗎 大家認為在第一果菜市場能過關嗎 我看都蠻困難的 所以當時在星期四的時候 柯文哲召開記者會說 我要請假三個月 大家都認為你是避風頭 就說這一陣子風暴把它頂過去 那到時候柯文哲是不是可以華麗回歸 可是那時候都覺得你這些相關的這些避案 或者是這些司法的追溯案 大概三個月沒有辦法讓你躲過這個風暴 所以也就是說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他即便是金華城的案子能夠脫身 那也不代表他其他的案子也能夠脫身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段時間像以國民黨的心情 我們也看到很多國民黨的發言 可能有的人支持 有的人並沒有支持他們 有的人是反對等等 你可以看到光是對檢方的說法 比如也許李燕盛委員的說法 跟我們吳宗憲委員的說法 就不大一樣 但是我覺得 最讓人覺得厭惡的 就是我覺得你是磕黑 如果你是針對一些 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以及台北市政府 不應該輕易的 隨便的就是把這樣容積率 這樣提高也就算了 可是你看到四叉貓也好 那鄭家純我沒有什麼意見 他覺得他要舉相名 可是我覺得這種蹭來蹭去 然後他非常高興 他有很多的綠營的節目 可以上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如果長期存在這樣的 磕黑 其實我覺得對民進黨 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難怪還是會有一些小草 或一些民眾黨的支持者 認為某一個程度 你這個是有政治迫害的嫌疑 好 那我就想請教一下博弈 怎麼看 因為剛剛洪威姐講了兩個人 其實還漏掉一個時鐘 好久不見了 結果時鐘也出來了 說磕粉轉磕黑 真的是很多人為他牢獄 致災高興 然後他覺得說真的不生唏噓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只要跟柯文哲合作 後來離開的 幾乎都沒有好聚好散 就代表柯文哲可能 在眾人方面 可能還是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但是我也要說真的 最支持柯文哲的是誰 是柯黑 柯文哲有什麼事情 柯黑完全都會follow上去 包括視察貓今天去現場了 他昨天半夜他也去 他非常關心柯文哲 所有的一舉一動 比民眾黨的公職人員 還要盡心盡力 所以這個要是給他們鼓勵 他用這個賺錢 他也是有心 他也是有心 一路走到底 我們都給他支持 但是我要講一個 最大的問題是 柯文哲在金華城的案子上 到現在都只說是土利罪 而不是賄賂罪 為什麼 因為沒有金流 但是昨天柯文哲家被搜 彭正生的家被搜 柯文哲太太跟彭正生的太太 都被當作證人來調查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檢方已經懷疑 有不法金流出現了 所以才會把他們都請來做說明 所以當然最後 陳佩奇還有謝太太 他沒有交保被請回了 對於柯文哲跟彭正生而言 是一個打了強行針 感覺起來好像 至少他們的太太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賬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 沒有人知道 要知道雖然都是犯法 可是土利罪跟貪污罪 這個的刑期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的 但柯文哲現在抱持 就是不認罪 無罪到底的心態 繼續走下去 是否真的能夠全身而退 我個人認為 目前感覺起來不是那麼的容易 要知道對於小小而言 他們的信仰是一直覺得 柯文哲都是乾淨 透明 通通都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現在柯文哲做了所有的事情 老實講 我覺得讓他們非常的傷心 結果柯文哲一上來之後 他為了樹立自己 講的是什麼 五大弊案 結果後來是柯文哲自己證明 不是五大弊案 是五大案而已 但現在這五大案過去了 出現了新的五大案 包括人說台治光 包括人說金華城 包括人說北市科 等等這新的五大案 柯文哲能夠輕鬆的度過嗎 我個人覺得非常困難 因為我本身是台治光 這個專案調查小組的 在調查過程當中 我們除去查台治光 這個所謂光纖費用的 這個費率的問題 還調查台北市政府 其他各局處 有光纖費用相關的一些事項 就一查之後才發現很妙 台北市政府各局處 在網路費力 簽訂這個合約的過程當中 沒有一個有會議紀錄的 也就是說所有簽的東西 都只有合約 都沒有任何溝通的過程 我們市政府就跟所有廠商 簽合約了 這會不會有弊案在裡面 這會不會有漏洞在裡面 老實講現在都還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現在只是碰到了 金華城的問題 但是只要繼續往下拖 還會有更多的問題來延燒 接下來就會碰到的是 柯文哲如果被收押了 民眾黨黨主席誰來接 收押完之後應該是要 開除黨籍的 請問一下如果柯文哲 真的發生那個事情了 民眾黨敢開除柯文哲的黨籍 然後找得到能夠繼承 柯文哲的 不要說以致好了 柯文哲的意志 繼續帶領民眾 走下去的那個人嗎 我覺得目前看不出來 而這個問題會持續的延燒 讓民眾黨越來越 遭遇到更嚴重的問題 柯文哲曾經有個名言 叫做政治不難找回初衷而已 這個初心到底還在不在 大家就會問了 如果說到這個案情發展下去 看到彭正生下的這個樣子 那有可能他就是會被生涯 那大家就會再問了 那之後他可能在哪裡過中秋呢 這可能是很多人 現在在看的過程當中 所在意的問題 我們先進廣告 等等繼續來了解 謝謝